台湾启动国际援助物资的行动 首批的口罩已经陆续抵达了中美洲以及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政要就纷纷表达感谢 欧盟在官网上还发布了一支大约六分钟长的影片 口罩运下飞机 而这画面当中明显可以看到我国的国旗 还有台湾Can Help 台湾能帮忙这样的标语 特别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还罕见的出现在欧盟的官网 意义格外重大 华韩户机缓缓降落在卢三宝机场 捐给欧洲国家的口罩已经顺利送达 货箱上出现大大的中华民国国旗 还有台湾Can Help 的标语 口罩及时与欧盟官网发布新闻稿赞扬台湾 并发布约六分钟的影片 记录口罩夏季的过程 中华民国国旗也罕见出现在欧盟的官网上 华民国公民国国旗的实力是重要的在这样的时刻 这是为啥我也很支持台湾 的 incorporation里的台湾 在整个行动时务的行动 的大众生化在抗抗疫情的病毒 一起我们更加励坏 我们很高兴认为台湾给我们的半个亿免 的護士帽子 而捐赠口罩同样没忘记友邦 18万个口罩给宏都拉斯的医疗人员 一箱又一箱的口罩 上面明显的台虹两国国旗 台湾伸出援手用行动支持 宏都拉斯总统叶南德兹 推特上感谢台湾的慷慨解答 而负责载运口罩的华航 这支天空国家队的影片 更是感动不少网友 全球防疫战线拉长 此时台湾需要世界 世界也需要台湾 79萧萍 桑士葵 台北报道